在黄仙河和您看天气 我们一起去澳洲看看 直到封面天气系统影响 生活期间 澳洲南部部分地区 将会出现大风和有雨的天气 而位于塔斯马尼亚的法巴特 未来几天会有雨 累积雨量可能超过50毫米 澳洲其余大部分地区天气就大致良好 中部和北部的气温相当之高 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 较正常高10至15度 而位于东部的星里天气较为温暖 下星期中期气温升到27度 接着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气 北京下雨 沈阳多云首夜下雨 大阪下雨东京多云 曼谷雷布 加隆坡新加坡雷布 亚加达多云 胡志明史雷布 马尼拉雷布 孟米下雨新德里下雨 卡拉奇天晨 温哥华骤雨 三藩市骤雨 洛杉基落雨 纽约天晨 多伦多芝加哥天晨 罗马多云 苏黎细细落雨 巴黎天晨 发纳黑风明朗 伦多多云 亚务斯特丹骤雨 而本案方面 截至夜晚7点半 预测大致天晨 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 日头酷热 局部地区有骤雨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 新界再高1、2度 吹微风 展望最后1、2日 风势微跃和酷热 局部地区有骤雨 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 预测明天上午的空气质素 健康风险 日半和路边监测站 都是低自重 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 指数是12 强度属于极高 在户外活动和工作 记得要做足防晒和饮够水 明天说到这里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